盘点木叶村历届抢铃铛考试都有多难 主角般抢铃铛的传统是三代火影开创 三个人两个铃铛 名链上的规则是只有抢到铃铛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正式成为下人 实际上是测试团队合作能力 不过说是这么说 但参加考试的人又不知道 所以还是比较惨烈的 那么历届抢铃铛的考试都有多难呢 一起来看看 首先是自来野刚手大师玩这一节 抢夺老师原非日展手中的铃铛 毕竟是第一次开创 所以三代的抢铃铛任务只是一场普通的事 但自来野就是喜欢横冲直撞 很明显的陷阱也不管 看到铃铛就扑了上去 结果自然是不言而语 财中陷阱被倒挂在了树上 日展都很无语 这么低级的陷阱也发现不了 最后大师玩和刚手都抢到了铃铛 而自来野则是被捆在了木桩上 三个弟子也就自来野让日展比较操心 他看出自来野能力其实不差 就是缺乏一个前行的目标 于是给自来野开了小灶 当场召唤出猿魔 果然这一下就成功点燃了自来野的学习渴望 他决定好好学通灵术 不过想要学成这招 不仅需要努力练习结音 还要刻苦修炼积攒插克拉 所以之后的一段时间 缆虫自来野都在刻苦修炼 只是三代可能没想到 自来野在修炼的过程中 目标突然又改变了 他不仅要学会时空间人数 还要变成全天下最强的人者 这样的话说不定刚手就会对自己违心转 忍者的目的 最后自来野心急 在没有签订通灵兽的前提下 发动了通灵术 阴差阳错把自己弄到了妙墓山 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过 自来野从吊车尾摇身一变成为了 大蛤蟆仙人口中的寓言少女 直接清约了妙墓山 从此开启了超凡休闲 实力很快就赶上了钢手和大蛇丸 关于自来野抢铃铛的情况 其实还有一种猜测 那就是他是故意的 甘愿当幼尔从而让钢手和大蛇丸禁止 这也比较符合他一贯喜欢奉献的心 看似无拘无束无所在 其实有一颗大爱之心 我估计在之后自来野成为上人老师 开始带下人的时候 他的自来野班肯定也进行了抢铃铛测试 所以多年后 自来野的弟子水门也沿用了这个传统 用此来检验自己班级的团队合作能力 班中三人 卡卡西虽然实力和天赋都是最强 但却是三代特别交代的问题上了 因为父亲奇目受冒的死 卡卡西在任务中很是偏执 将任务看得太重了 虽然对于忍者而言这并没有错 可也因为这样没一个人愿意和他搭档 对此水门只是拿出了铃铛 用平常心对待卡卡西 卡卡西一开始就如水门心中预料的那样 完全无视作为同伴的带土和铃 独自一人尝试抢活铃铛 结果来来回回好几个回头 连水门的边都没碰到 这就是上人的实力 不过一番观察之后 卡卡西发现了水门会根据他们三人的实力 进行不同程度的放手 给带土和铃留下的破绽最多 而自己的实力最高 所以水门相对会更认真 如此下去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抢不到铃铛 意识到这点后 卡卡西叫上带土和铃制定了计划 三人先是将水门引到树林之中 随即藏身暗处的带土对着水门一发大火车 吸引了注意力 在水门避开攻击找到带土位置的时候 铃放出布置好的机关陷阱 与此同时带土趁机放出烟雾弹溜走 这样自然是无法打败水 但这时带土又抓住机会来了一发豪火车 这下直接逼得水门用出了飞雷神 两人一回神水门已经出现在了身后 不过这一切都在卡卡西的掌握之中 他看准时机曾暗中偷袭 随即近身快速攻击 将水门逼得连连后面 会到了他提前布置好的起高浮现井上 可惜的是水门还是一个飞雷神便直接闪走 烟雾中卡卡西继续射出手里剑 水门轻松避开 不过让水门惊讶的是卡卡西竟突然从他身后冒出来 这番出气不易也成功让卡卡西摸到了领导 可惜只是摸到 不过卡卡西依旧还有后手 可水门交手的只是他的隐分身 而真正的他已经在暗处凝聚好了千年 准备用这招一决胜负 然而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卡卡西便发现水门的刀已经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原来他第一次偷袭水门的时候 就已经被水门悄悄打下了飞雷神印记 三人的完美配合最终以失败告终 不过在考试的最后 卡卡西还是凭借实力从放水的水门这里抢到了一个领导 最终三人合格过关 因为水门看到了他们的团队合作 不过卡卡西并没有意识到所谓团队的重要性 他当时只是将带土和铃当作用来达成目的的工具 卡卡西以为自己当时隐藏得很好 但多年后回想起来 他才知道其实水门早就看穿了一切 神无皮桥之战中在带土的影响下 卡卡西懂得了珍惜同伴 带土对他说的那句 不懂珍惜同伴的人连垃圾都不理 成为多年之后他一直教导自己学生到他 带土死后 卡卡西将自己活成了他 所以卡卡西成为带队上人的时候 同样也是用抢铃当的方式来考验自己的学生 对于一些投机取巧不懂得团队合作 只顾自己的学生他一个都没让他们通过 其他班已经开始执行任务 而卡卡西这里严格到通过率为零 直到三代火影交给了他一个问题而通办 抢铃当前卡卡西特意交代三人第二天不要吃早餐 一大早在演练场集合 结果卡卡西自己却来个大碗 考核开始 左柱和小鹰都清楚知道自己和卡卡西的实力差距 所以迅速藏了起来准备刺激而动 这点让卡卡西很赞同 不过名人这是个什么情况 竟然光明正大的要和他一决胜费 可惜三角猫功夫卡卡西看着小黄叔就轻松接下 最后一招千年杀给他直接送上了天 这把藏着的小鹰和左柱都看傻了一眼 虽然体术不行 但名人还有一招 多重影分身 在此之前他用这招直接打爆了中人水 看着一堆名人从河中跳出来时 卡卡西还是非常惊讶的 并且这次名人还懂得用战术 在卡卡西全神贯注紧盯着前方的时候 一个小名人已经从他的背后抱住了他 与此同时其他小名人立即压上缠了过来 可惜这时的名人战斗经验约等于零 不想着趁机抢铃铛却只想给卡卡西一拳报千年杀之城 结果卡卡西一个替身术 就让分身名人们内讧乱成一团 自己把自己揍了一顿 最后名人看见地上的铃铛 开心地以为一定是刚才卡卡西走的太极掉下 结果这一下直接被挂到了树上 这一幕跟当年的自来也一模一样 卡卡西走的出来 这么低级的陷阱都能中招 忍者要看透计中计啊笨蛋 不过名人虽然失败 但却给佐助创造了机会 他趁卡卡西分心扔出了手里剑 可惜打中的依然是卡卡西的提神 并且还让自己和小鹰的位置包裹 卡卡西先是找到小鹰 伪装成重伤的佐助用幻术将其下晕 佐助是三人中实力最强的 卡卡西稍微花了点光 凭借手里剑术和陷阱搭配 佐助成功摸到了铃铛 这让卡卡西有些惊讶 此刻的佐助就如同当年的太一样 当年的卡卡西绝杀是千鸟 此刻的佐助则是好火球 不过最后还是被卡卡西给无情埋进了头领 最终卡卡西直接宣布三人不合格 理由很简单 各自为战完全没有一点团队合作的意识 卡卡西解释了这场考试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最后卡卡西表示可以再给三人一次机会 吃了便当然后下午继续 但有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把食物分给刚想偷吃的名人 这话让名人心里拔凉拔凉 三人并不知道其实这就是卡卡西考验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而最后佐助在卡卡西离开之后 还是选择将手中的便当分给名人 小鹰犹豫一番后同样也是如此 名人大快躲了 三人打破了规则 这正符合卡卡西心中的人 就这样第七班正式成立 不过抢铃铛考试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疾风传名人和小鹰分别跟着自来以和钢手深造三年后 卡卡西特意来检测两人的修行成本 同样还是用抢铃铛的方式 如果佐助没选择追随大蛇丸的话 应该会更热闹 这一次卡卡西不敢拖大收起了圣经 而且还把血连眼也拿了出来 明显一副竭尽全力的打断 并且一开始还耍起了赖 被名人制住后表示自己没喊开始就不能算 大概摸清了名人的实力水準 砰的一声卡卡西消失 小鹰前看后看 左看右看都没有发现卡卡西的影子 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在脚下 小鹰直接往地上砸下一拳 瞬间大地崩裂 这把名人和卡卡西都下出了白眼 意识到小鹰不仅继承了刚手的医疗人数 卡卡西立刻将战场转移到了小树林中 并且隐藏了身形 隐匿是忍者的必修客 而这次名人和小鹰不仅也很好地隐匿了气息 同时还反侦查到了卡卡西的位置 追着卡卡西体术交锋 不过小鹰怪力虽强但敏捷不足 想要打中卡卡西这样战斗经验丰富的老鸟 还有不小差距 名人使用人海战术多重影分身 卡卡西通过血轮眼精密地观察找到本体 发动表莲花捆住三个名人到栽项第一 可惜判断失误 这其实是名人的诱饵 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的卡卡西老师 也是自己一发修炼到大成的千年杀 这一下卡卡西彻底慌了 爆发潜能才避开了这一劫 名人索性继续加大输出 分出了更多的分身 这一幕就如同当年对付水墓一样 不过卡卡西可不是水墓那种大路 分身都是一扎一个漏 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 为了保存体力卡卡西只能又继续藏起 名人小鹰四处寻找 忽然这时身上扎满苦味的果汁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诉说着自己的惨状 小鹰和名人看不下去了 他们怎么可能还会中这种真级的骗术 小鹰轻易将幻术破解 同时还找到了卡卡西的位置 名人配合拖出完了 卡卡西只能再次避开 看来同样的套路应该是没用的 不过也许对名人会不一样 卡卡西如同当年一样 故意在地上扔下一个银档 等着名人进口 果然名人还是毫无防备的去解 不过现在的名人 怎么可能用本体去冒险 在分身中陷阱的仪式 本体已经绕到后方攻击卡卡西了 好在卡卡西也只是存着仪式的心态 既然隐秘和幻术都不行 那接下来就考验忍术 卡卡西超快的结印速度震惊了两天 只是呼吸之间就连续用出了火盾水盾以及土盾攻击 不过其实这里卡卡西还是放水的 并没有动用自己最强的雷队 小英和名人也意识到了和卡卡西老师的差距 暂时躲了起来 虽然他们成长了不少 但想要凭实力硬抢到银档显然还是不太疼 关键时刻名人想到了卡卡西的弱银 那就是剧透亲热天堂 这绝对是卡卡西无法接受的 因为有血轮眼就算我这耳朵也能读懂名人的处理 只能连眼睛也闭上 最后名人小英趁机抢走了银档 这样的结局其实也代表了卡卡西对两人实力的任劳 第四次忍戒大战期间 佐助选择回到第七班 最终一起合力封印了回忆 不过这时候卡卡西可不敢提再来一次抢银档考试 弥补一下佐助的人生遗憾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永代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